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年的春天,福建武夷山脚下一个叫夏梅的村子,迎来了几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奇怪客人,和以往来这里的客人不同,这些山西人似乎对武夷山的奇风秀水并不感兴趣,而是每天都在附近的茶山上走走看看,这一看就是两个多月。 终于有一天,他们向当地人提出一个请求,要购买一下梅村附近所有的荒山。 莫名其妙的当地人,以为是笑谈,便随口开了一个高得离谱的天价。 本以为对方会知难而退,谁料想,这些山西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,并且当即从身上掏出银票,钱字画鸭。 几年之后,这些山西人以下梅村为起点,奇迹般地开辟了一条伟大的茶叶贸易之路。 这条路,不仅成就了武夷山的茶叶,在全世界的声誉,也为一批山西家族的迅速崛起,点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如今,这些山西人被我们称之为晋商。 那么,晋商为什么不远千里选择了武夷山,而武夷山的茶叶又是怎样成就了晋商呢? 在遥远的俄罗斯,有这样一句谚语, 硬和三日无时,不可一日无茶。 这种用来煮茶的茶炊,是每一个俄罗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器具。 追溯到三百多年前,俄国人喝茶的习俗,要从中国的武夷茶说起。 1638年,一位俄国贵族从蒙古商人手中换得两大桶武夷山的茶叶,作为礼物送给了沙皇。 沙皇品尝之后,如火之宝,于是,武夷茶的大名,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。 然而,当时的俄国贵族们绝不会想到,这种令他们热情追捧的武夷茶,在中国的诞生,却经历了一个阴差阳错的过程。 明洪武二十四年,一道特殊的赵令从紫禁城中发出。 赵令规定,从此之后,各地向皇宫进贡的茶,一律由团茶改为散茶。 在明朝之前,地方向皇宫进贡的,是一种工艺极其复杂,外形无比奢华的龙团奉饼。 这种供茶的制作,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和财力。 明朝建国之后,开国皇帝朱元璋,实行了一系列减轻民间负担的政策。 霸出龙团奉饼,就是其中的一项。 但是,出乎朱元璋的预料,他的这一政策在武夷山, 催生了一项重大的茶叶制作工艺的诞生。 后来,这种工艺改写了茶叶史。 这个茶叶就分散,量也就大了,而且它都不走上了,平。